Hello 大家好 我是Therese Wong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關於體驗的問題 好 其實在這個classical period的歌很多時候會有一些similar pattern 例如最多就是scale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常常會出現alverity bass 其實這些pattern不是只有這首歌出現的 除了這一首senalas 其他Mozars的senalas或者hiat 也會有一些類似的patterns 好 我想講一下scales和rotation scales齊都知道了 我們先彈一點 為何彈得smooth一點呢 通常最大的問題就是手指封 我之前有另外一個video也講過 如何去turn of thumb 其實我想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其實不只是在手下面轉過去 而是有一個preparation就是 我們彈琴有三個東西就是第一 preparation 第二execution 或者三個release 即是每一個音都要有準備 然後彈和release的form 音的捧場 即是彈scales的時候 然後呢 再給多些位置 即是說我在彈音 到達成的音 我那一首sen其實已經在下面 過了 但不代表是用了 我彈在空的space 其實這樣就要彈錯了 我們亂打 我們一路過去 在未到fm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差不多了 很smooth一點 但是快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太多人 過去 其實是 過去 OK 那呢 就不要只想一下 他的手指 其實手臂也會帶進去 不是臀部 OK 你看到我的手肘 他會走出去 上來的 泡麥 就是 對 就是 對 對 OK 好了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就是 Rotation 甚麼是Rotation Rotation 就是Four Arm 那怎樣去動呢 其實我可以彈這些 用右手去示範一下 其實我們不只是這樣彈 對嗎 對嗎 如果我正在手指彈 就很緊 而且不會彈得快 或是不均勻 那 為什麼Rotation 就是在這裡 這個Four Arm 前面的轉動 不是整個手套 只是由手指先 從手指先 這裡轉動 看到沒有嗎 那為什麼用呢 首先 這個Rotation 我經常跟學生說 就是想一下 是 C-S C-S 所以我們拿著 那隻叉 按著那個肌肉 我們會這樣轉 這樣 OK 這個不是11件 我們要這樣 兩邊都要燒一下 一樣 在琴上面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的轉動 就是說彈這些Rotation 就是 就是 彈下的音 轉下去 Elbow out 彈上的音 Elbow in 轉進來 整個就不是 這個Rest 是不動的 那 我們要轉多少呢 沒有轉太多 如果轉到旁邊 我沒有意思 對不對 所以 會轉到 手指是挺老實的 那 沒有很舒服 要發大一點 樣子都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下次見